GoGo大家好我是洋晴 今天真的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法國人到底有多愛吃甜食 法式甜點是世界知名的 就是全世界人應該都知道 第一個當然是你在他們很漂亮的櫥窗裡面 都會看到很漂亮很精緻的甜點 那些你一嚐起來就是非常非常的甜 如果大家有吃過馬卡龍的話應該就知道 就是法國人的甜點就是這麼甜 法國人吃甜點的程度真的是超乎我的想像 因為我真的來到後我就嚇到了 我覺得我今天講的東西是你沒有深入到法國家庭 你很難去想到說他們原來會吃到這種程度 然後今天我想打破一些大家既有的想法 就是我來這裡之後我才了解到什麼叫做法國人的甜點 其實法國人他們很少很少去吃櫥窗裡面那種漂亮的甜點 很偶爾很偶爾才會吃 像你看到什麼檸檬塔啊或是souffle啊 或是camblée這是我最愛 cabule我超愛cabule的 對可是這種東西真的不是平常的時候就會吃 因為這些甜點其實對於法國人他們來講 他們會覺得太貴了 所以他們平常在家裡最常吃到的東西 都是我們在超市的甜點區 就是冷藏櫃裡面那種東西 像是這種啊或是這種優格啊 或是這種有水鍋口味的優格 它叫做garde de rie 它是一種如果翻成中文的話應該叫做米布丁 它是用米粒下去做說你在吃它的時候你會吃到一粒一粒的米的口感 因為我剛開始來這邊的時候我真的有個跟大家想法是一樣的 我就覺得說 法國人很常都是吃櫥窗裡面很漂亮很fancy的那種甜點 然後我來這邊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一點都不是這樣 他們的冰箱裡面也沒有那種東西 平常也不太會吃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一種文化衝擊 就是跟我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雖然我們表面上 我們在旅遊的時候看到很多那種東西 可是實際上 他們並不是每天每天都會去吃那種東西 在阿哲他家我們也是非常非常偶爾的時候 才會吃到那種比較精緻的蛋糕 像是閃電泡芙啊或是泡芙塔那種東西 可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講說法國人到底有多愛吃甜點 首先我們要從早餐開始講起 法國人早餐是不吃鹹的東西的 可是你會說阿沒有我去住飯店的時候 飯店裡面都會有火腿啊 都會有起司啊什麼的 然後說那是飯店 因為飯店要配合很多各種不同國家的人 所以他們會準備很多東西 真正的法國人的話 他們早上是不吃鹹的食物 他們只是甜的 像是要吃 croissant啊 或是pan au chocolat 是普通的bucket配果醬 這是他們最基本的早餐 吃鹹食的習慣好像比較偏像是 德國、英國還有比較美式的早餐 他會偏這種的 如果你是吃鹹的 他們會覺得你很奇怪 再來是中餐跟晚餐 是塑膠包中的這種甜點 你在法國超市會看到很多 他們幾乎三餐都會吃 我第一次來阿雷他家的時候 他爸爸就是在我們飯後之後 就問我說 楊青你要吃什麼甜點 然後我就想說 要吃什麼甜點 我就偷偷的問咱 我就說 要吃什麼甜點 中午就吃甜點嗎 我一直覺得 要去餐廳吃 才會吃到有甜點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說 在他們的家庭裡面也會吃甜點 然後我就去冰箱 我就看到很多這種東西 像是有巧克力慕斯阿 或者是有布丁阿 或者是 反正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很簡單的 或是媽媽最喜歡那種蘋果泥 然後優格他們會再加三茶匙的糖下去攪拌 然後如果沒有他們喜歡吃的甜點的話 通常阿宅或是宅妹 如果看到冰箱裡面沒有他們喜歡的甜點的話 他們會去切一段的Bugget 然後再沾果醬 這樣也可以變成甜點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 剛剛明明主餐就已經吃了麵包 然後你又弄了一個麵包當甜點 你會覺得 這樣不會太飽嗎 我有時候看到他們在吃的時候 就說這樣子不會太飽嗎 然後不會太甜嗎 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有一次媽媽烤了一個 很像水蜜桃派的東西 可是那個應該不是水蜜桃 然後 他們 會再加中糖上去 就是上面撒了一層的糖粉 然後我就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還要加糖粉 而且那個其實 它那個派裡面已經有糖了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這樣子吃起來比較甜阿 所以我當下覺得說 這也太甜了吧 因為我本身其實不是一個非常非常 適甜食的人 我只喜歡吃巧克力 然後 甜點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還好 可是來這邊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你自己攝取的糖分真的超高的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一個法國男朋友 或是你有一個法國女朋友的話 你要有心理準備說 你收到他們家裡之後 你會發現他們真的吃糖 吃很多 那之前家裡有收到一盒那個 迷你蛋糕組合 然後裡面大概有 二十個左右吧 然後我們可能有六個人 然後媽媽就會說 一個人吃三個 而且他們就真的一個人會拿三個 然後就把它吃完 在我台灣人的想法 我是覺得 我可能吃個一個 我就好 然後我不知道在電腦前面的你們 你們吃甜點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不會吃太多 可是他們會直接把整個都吃完 所以當我一開始來法國的時候 我有變胖 因為攝取的糖分實在是太多了 除了三餐飯後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下午茶的時間 就是在大概五點六點左右 因為他們吃飯的時間很晚 大概七八點 所以他們的五六點會有一個下午茶的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阿仔一到下午茶的時間 每天都問我說 好你今天要吃什麼蛋糕 你要吃 croissant 還是你要吃pon chocolate 所以我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他每天下午都問我說 你今天要吃什麼蛋糕 你今天要問什麼蛋糕 你今天要吃什麼蛋糕 然後我就每天跟他這樣吃 跟他這樣吃 我一開始前半年應該有變胖 然後我後來就是 我就覺得不行 再吃下去實在太可怕了 然後後來才慢慢的戒掉 就是沒有下午茶這一塊 然後甜點也是有時候吃有時候不吃 如果我一天大概只吃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是來這邊 你是跟你的男朋友住 或是你跟你女朋友住 然後你會在他們家 然後你真的要心裡準備說 如果你跟著法國人吃 應該是會變胖 應該說一定會變胖 今天影片不知道有沒有顛覆到大家的想法 當你深入到法國家庭的時候 真的會受到很多的文化衝擊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你幫我按個讚 然後如果你要有什麼話 想要對我說或是想看的主題的話 請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還想追蹤我更多幾十動態的話 請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是加入Facebook粉絲團 然後最重要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Ware 4 2 4 7 2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